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在這個山山又發現了一個山洞 那是有一個傳說 它是以前這個地方有百年就要在這裡面躲過 在這個地方被巡視過很多人 那麼我們今天跟隨著這個外地來的探險隊 我們進去一探究竟看一下 這個山洞處於這個深圳裡面 位置相當難找 但是我們最終還是找到了 探險隊的朋友已經進去了 我也進到裡面去探一下 找到東西了沒有 這邊有一個鳥窩 我們在這個百年轎的洞穴裡面 找到了第一個洞穴 這是真實的 這個洞穴裡面肯定以前是有人生活過的 還有這種 吃著這種碗片 碎的 這邊有一個罐子 這個應該是個古董 看能不能拼起來 我嘗試一下 這個是土做的 要是陶穴的還有可能自己 這邊有一個碗 這個應該是個裂字屁 這邊都已經吃掉了 這邊又發現了一個碗的碎片 不懂 古董 相對於說是一個古董 絕對也是一個古董 但是它不值錢呢 沒什麼價值 這個石頭有點像那個狗的腳 好 上面有個小的洞穴 很小 原本那個阿姨說這個洞穴 上下像空的 這個也不是像空的呀 我看一下這個石頭是不是透明的 這個也不是透明的 這個白的石頭 啥都沒有 又發現了兩個 兩個古董 這個秀的太厲害了 你們看不到這兒 給一萬塊錢賣一個給你 這個好像看得到 好像也是這個是乾隆的 三千 四千 五千 乾隆的定價 從一塊錢開始 這個應該也是乾隆的 這個東西裡面就發現了三個 今天收穫還算可以 真的又找到了一個 估計裡面還有 這個太小了 探測液的話根本就探測不到了 太小了 但是發現一桶銀錠的話 也估計都發生了 找一下能不能發生了別的東西 這古前面太沒價值了 又找到了一個 還是能找到別的就好了 這個這樣沒有了 哎 臭了吧 又被別人騙了 這個洞啥都沒有啊 我是覺得它有多深 這個也沒多深 這邊有一個側洞 這個側洞是相鋒的呀 對啊 那邊看著它光亮啊 對 就在那個地方看著它光亮 下不去 太窄了吧 嘗試一下能不能鑽過去 來到這裡就寬敞 那個地方下得去嗎 下得去嗎 你在那個下面換上個大寶貝 這邊上去之後 然後就是剛剛進來的這個出口 它因為我剛剛看著那邊 有一個光亮的地方 應該是另一個出口 一個洞口 我要繞到山的另一邊去看一下 這邊就是剛剛看到光亮的那個出口 這個出口太小了 反正我這身本的話 估計拿不上來 我探險隊員那個兄弟 他從這邊 端出來了 我原本以為這個洞有多大的 阿姨說能夠容納幾十人上百人 還有我白天教室這個洞穴裡面熏死的 我感覺這個死了一個人差不多吧 上百人的話 會有點不現實 估計這個傳說達於現實 有點誇大其詞了 這個地方相對比較隱密 周圍都是一種茂密的樹林 我們五六個人才找到了這個位置 這個白天教的洞穴 我們基本上探索完了 在裏面只發現了幾個古前面 沒有想像的那麽大 只有很小的一段距離 我們看一下外面能不能找到一些其他的東西 在這個位置好像又發現了櫃中的金屬 誰這麽有錢把房間賣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掏起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埋的東西有可能 這個很有可能 搞柴子 這啥 一塊兒鋁片 我操 大師所望啊 誰喝的洪流 把罐子扔在這個地方了 這個洞子失望而歸啊 啥都沒找到 你們慢一點啊 摔了的話我只能人工夫妻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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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了 這個洞子拜拜 拍完了 沒有了 這個洞沒什麽內容 對 啥都沒有 是吧 很好 有了 有了 我沒有了 是 有了 谢谢大家